一根刺向敌人眼睛的钢钉,一颗飞向敌人鼻子的炮弹 让我们有请今天的主角,美军最新黑科技导弹 众所周知,雷达是现代战场上的千里眼顺风耳 无论是精确之导还是火力拦截,离开雷达就是一指空谈 摧毁敌方雷达是目前各国空军的首要演习目标 利用超音速隐身战机发射反辐射导弹,直至敌方雷达是空军常用的战术之一 但是有时候,这种战术并不完全靠谱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天上飞的作战单位决定着战争的胜负 地面部队冲天打飞机,或者冲着飞机扔榔头这一招,只存在于神剧当中 现实中的地面部队只能眼瞅着挨打,毫无还手之力 到了二战前期,雷达出现了,防守方老早就能发现失居外的飞机 并提前部署高射炮,这一变化打破了飞机的绝对空中优势 冷战期间,美苏两国研制并列装了专门打击雷达的导弹 比如,美军的AGM-88哈姆飞弹,就是AARGM-12的前身 有了这种专门针对雷达的火力,飞机在空中的优势得到了短暂提升 无奈好景不长,经过上世纪的几次实战 各国空军发现,敌方雷达总是间歇式断电 这是怎么回事呢? 反辐射导弹是以敌方的雷达直射波为引导源 也就是说,它锁定的是雷达波,而不是雷达本身 只要敌方关闭雷达,不发射出雷达波 反辐射导弹就会失去目标 成为一颗在空中靠惯性滑翔的普通弹药 这个漏洞被发现之后 各国空军开始在战场上频繁开关雷达 需要的时候就打开探测一波 感觉对方要发射导弹 或者探测到对方已经发射导弹的时候 再关上雷达也来得及 特别是可移动的雷达基站 只要往旁边稍微移动几十米 就能彻底避开反辐射导弹的打击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想要彻底摧毁敌方雷达 除了发射反辐射导弹外 还要对目标区域进行饱和式打击 说白了,就是多扔几颗 以AGM-88哈姆为例 1998年的D型哈姆导弹 增加了一个GPS INS制导装置 使其远征命中精度达30米范围 但是30米对于雷达车来说 那就是一脚油门的事 所以打不准的情况经常出现 为了确保在有效时间内摧毁对方雷达 美军一般会连续发射大量哈姆 以形成一个足以覆盖雷达移动区域的导弹流 在联盟力量行动中 这一战术曾被多次使用 但是时间一长 问题也就出现了 首先为了摧毁一个雷达 所付出的代价实在是太大 一颗AGM-88A哈姆导弹 最低价格也要28万4千美元 最新的E型价格更是高达99万4千美元 我们按最便宜的价格来算 投放100颗哈姆摧毁一个雷达 代价也在3000万美金上下 而E型就更不划算了 近1亿美金 就算换成纸钞从天上砸下来 是不是也能砸坏敌方雷达呢 代价是一方面 关键在于付出这么高昂的成本 不一定能确保有所收获 我们还以哈姆导弹为例 北约战斗机曾对一个南联盟雷达目标 发射了约100枚哈姆导弹 可尽管如此 敌方雷达依然在轰炸结束后再度开启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在导弹锁定南联盟的雷达之后 南联盟的雷达兵拖着雷达 跑出了轰炸范围 这个时候的哈姆导弹呢 就跟没长眼睛一个样 还是朝着之前锁定的区域飞 这就是之前反辐射导弹的弊端 没有雷达发出的直射波 它就成了一颗只能靠惯性飞行 而且价格还有点贵的普通炮弹 好在这颗南联盟的雷达 最终被一枚英国阿拉姆导弹摧毁了 之所以阿拉姆能摧毁雷达 并不是因为它比哈姆先进 而是因为阿拉姆弹弹体内 有一把小型降落伞 如果遇到敌方雷达关机的情况 导弹就会打开降落伞 在空中先等着敌方雷达开机 你不开机我就在空中溜达着 只要开机我就能朝着你飞 不过这种导弹也有一个致命的弱点 那就是如果对方关机的时间稍微一长 这颗导弹就降落了 相当于废弹一个 而且导弹在空中飘荡的时候 也很容易被敌方防空火力摧毁 由此来看 从反辐射导弹问世截止目前 和雷达的猫抓老鼠游戏 一直都没有停息过 在此期间 雷达也衍生出了不同的功能 开开关关的 又多少有点延误战机 所以各国军队干脆把雷达分成了两种 一种是价格比较便宜的 就算被摧毁了也不心疼 但是这种雷达只有侦察能力 没有锁定能力 我们一般称之为预警雷达 在战场上被大量布置 另一类就是价格比较昂贵的雷达 有锁定能力 这种雷达就是引导雷达 预警雷达可以常开 引导雷达保持静默 需要引导发射或者锁定目标的时候 才会开启引导雷达 这么做的目的就是为了避免价格更贵 战场作用更强的引导式雷达 被反辐射导弹摧毁 如此一来 摧毁引导式雷达就变得更加困难了 为了撕开对手防空系统的口子 多年美军研发人员不断为反辐射导弹赋能 推动其一再升级 2005年 美国国防部和意大利国防部 共同投资开发了 AGM-88E AARGM 也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 ER即为增程式 AARGM-ER的前身是AARGM AARGM导弹的出现 就是为了解决敌方雷达频繁关机所造成的导弹哑火 并且能够在众多预警雷达中 准确找出引导式雷达的位置 在AGM-88E AARGM之前 AGM-88还有三个版本 AGM-88A首次施战为1986年 美国空袭利比亚 由D131舰载战机中队的EA6B所搭载 1991年 沙漠风暴行动 AGM-88A摧毁了大量伊拉克陆军的防空武器 因此声明大造 此后AGM-88又衍生出了CBD三个升级型号 2012年 异形AARGM导弹通过作战测评和评估 于同年8月正式量产 并于2013年首次交付美国和意大利军队 2014年9月 美军FA-18大黄蜂战机 全部实现了该弹的列装 2015年9月 在一次面对全球的实弹测试当中 AGM-88E精准命中了一艘高速移动状态下 关闭了雷达的目标传播 首次向世界展示了AGM-88E反辐射巡员 和毫米波雷达探测识别定位 以及打击移动目标的能力 为了使大家更容易分辨 接下来AGM-88E我们用AARGM来代替 AARGM配备了多传感器系统 包括毫米波中端导引头 反辐射巡员接收器和全球定位系统 惯性导航系统等 在制导方式上 集成了双向数据链和数字地形技术 惯性制导加GPS卫星制导 加有源主动毫米波雷达制导 加宽频带无源被动雷达制导 这一复合制导体彻底解决了雷达关机后 反辐射导弹无计可循的问题 当失去雷达波这个辐射源头之后 AARGM依然可以利用卫星成像等多种方式来锁定目标 同时该导弹通过嵌入式综合广播系统接收器 接收战术情报信息 为作战人员提供态势感知信息和第二来源确认 并传输出实时的打击评估报告 也就是说导弹会告诉发射员 前一发导弹到底有没有命中目标 还要不要打第二发 从而避免了重复攻击造成的弹药浪费 并且AARGM反辐射导弹 还配套了新的高能预制破片杀伤战斗部 不仅能打击防空雷达等在内的雷达类装备 也能用来攻击包括路面车辆 水面舰艇等在内的目标 AARGM是目前美空军主要的反雷达武器 导弹长417厘米 直径25.4厘米 翼展112厘米 重量为361公斤 射程为140公里 最高尸速高达2马赫 发射方式主要为空射 由F-16、FA-18CD、FA-18EF、EA-18G等机型挂载 随着S-400等新式防空反导武器系统的出现 美国海军发现 目前装备的最先进反辐射导弹AGM-88E 无法让战机从防区外 对敌方防空雷达发起攻击 以AARGM为例 它的射程为120公里 但是S-400的防空距离为600公里 也就是说 携带AARGM的战机 必须要深入至S-400的防空范围之内 才能发射导弹 如此一来 美军的战机也会随之暴露在S-400的锁定范围 大大增加了战机和飞行员的危险 同时 由于AARGM反辐射导弹的体积过大 F-35C隐身战斗机的内置弹舱根本就装不下 只能外挂 这么一来 战机的隐身性也会遭到破坏 为改变这一状况 2019年3月 美国国防部斥资3.22亿美元 用于AARGM-12反辐射导弹的开发和制造 截止到2021年 AARGM-12反辐射导弹 已经进行了五次成功的实弹发射测试 目前 该弹正在进行第一批次低速初始生产 并计划在2024年第三季度进入全速生产阶段 将来 美国海军的FA-18EF战斗机 F-35C隐身战斗机 以及个别型号的无人聊机 都将装备这款导弹 AARGM-12由诺格公司负责开发和生产 2023年年初 摄影师Rick Cannon 拍摄了装备AARGM-12的FA-18F超级大黄蜂的照片 这架战机属于第三一空中测试和评估中队 装载在A-18F上的AARGM-12 主体部分周围的黄色带 表明它安装了实弹头 这种特殊的导弹 在其机身后部有一个红绿相间的商业风格标志 这代表着AARGM-12还没有正式量产 与所有反辐射导弹一样 其主要设计目的是针对信号发射器 特别是与敌方防空系统相关的雷达 目前正在开发的AARGM-12反辐射导弹 拥有多平台发射能力 不光可以通过战机进行发射 还能通过陆海机集装箱发射 甚至是M142远程多管火箭炮等其他发射平台 从而提升了AARGM-12反辐射导弹 使用上的灵活性 AARGM-12配备了双脉冲固体火箭发动机 最大速度可以达到3马赫 最大射程也从原来的140公里提升至220公里以上 这些都是对一个版本的导弹进行的升级 除此之外 AARGM-12最大的亮点是拥有了AGM-88E 所不具备的隐身突防能力 最大限度降低了被敌方雷达发现的风险 同时也提高了自身的打击成功率 如果美国军方将这款导弹运用在海军舰艇上 那么突破敌军舰艇的防御网 将会更加轻松 另外 AARGM-12采用了AARGM的弹头和制导系统 用两侧的空气动力边条取代了中弹翼 控制面重新定位到低阻力尾部表面 并采用更强大的推进系统 这一设计不仅实现了更高的速度和双倍的射程 更重要的 它可以塞进F-35C的内置弹舱 至于为什么要塞进内置弹舱 相信大家都能看得出来 2023年2月 美国海军从陆基发射器和P-8海神发射了AARGM-12 2023年5月 穆孤脚海域AARGM-12反辐射导弹 第四次和第五次飞行测试完成 此消息一出 波兰国防部立刻表示 采购AARGM-12反辐射导弹的计划 已经列入了其新残年的国防预算 意大利 澳大利亚等 这些已经采购和装备了F-35战斗机的国家 也表示出了强烈的采购意愿 该导弹的成熟 意味着监视了天空大半个世纪的雷达 很可能会死无葬身之地 试想一下 现代战争如果一方没有了眼睛和耳朵 那么等待她的会是什么结果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